欢迎你收看今天的文献世界周报 今天全球国际政治以及国际经济聚焦的焦点 都是世界两大不管在经济 还是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国家 美国和中国两大领导者的高峰会 这次的高峰会在英国卫报的解释里头 是史无前例的 在美国Bruxens Institute的主任 Jonathan Pollock的任职里头也是史无前例 因为他举行的地点 在美国南加州的阳光庄园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 然后中国的外交史 你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如此定义 因为过去中国领导者出国访问 他们为了表示这是我的国家尊严 他们坚持的一定是国事访问的一个模式 什么叫国事访问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礼炮 然后领导者元首到机场来迎接我 这是首次按照过去的所有统计来看 是中美关系史上史无前例 双方都同意以较非正式的方式提出讨论 而且一般看法 因为中美关系自2009年 美国决定重返南太平洋 那尤其是关于整个跟菲律宾 还有越南之间的关系 在当时前国务卿Hillary提出来 重返亚太战略之后 中美关系就陷入了冰点 而这一次呢 双方可以说是重新的建立互信的开始 那么Brookens Institute的主任 Jonathan Pollack的说法说 这两天的会谈不会以成功或失败为焦点 而是聚焦在两个领导人彼此了解 以及面对彼此的挑战 并且建立互信 英国的卫报如此评论这一次的非正式会谈 具备历史的重要意义 而且更重要的它将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秩序 因为这样的一个新世界秩序 是只有两个最强重跟最重要的国家 才可能在世界里头建立出架构 因此英国卫报说这是新形式的大国关系 而双方呢在最后草坪聚会 然后幕僚开会三个小时之后 欧巴马出来面对国际记者的时候 欧巴马发表谈话 他说两大经济体免不了会有竞争 所以并没有任何不善意的口气 就是他说这次会谈第一个锁定北朝鲜 那么外界的解释是北朝鲜 是这次中国大陆领导者送给美国的礼物 另外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时候 帮马气候变迁列为第二项 第三个关于战略的部分 谈的很可能就是南海问题 接着是经济贸易 一般认为呢中国领导者可能会提出来 当美国在整个亚洲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 中国希望能够参与 不一定要把中国排除在外 而美国也呼应了国内政治 欧巴马特别强调了人权的重要性 习近平的谈话呢 具备相当高的历史事业 他说宽广的太平洋 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大国 简单来讲大国崛起 中国避免跟美国正面的冲突 三小时之后的会谈 他们各自接受了一个记者的提问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双人舞 对世界新秩序的诱惑力非常巨大 全球两大国元首 在加州知名的沙漠庄园 展开了一场复兴高峰会 两人说好不信领带 不拿讲稿 两天一夜没有外交辞令 纽约时报形容 顶着摄氏46度的高温艳阳 目标就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我上次访美的时候 讲过一句话 我说宽广的太平洋 它有足够的空间 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我现在依然是这样认为 四十多年前 中美两国的领导人 可以说是以战略家的 政治勇气和智慧 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重新的开启了 两国的这种交往的大能力 当前我们两国关系 又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双方对此次碰面 都有很深的期待和急迫感 该谈什么要谈什么 欧巴马把议题全摊在台上 当然这是两个大型的经济 我们会有健康的经济竞争 但我们也有很多挑战 我们必须要联系 从南韩国的核心研究 人最敏感的人权议题 欧巴马在习近平面前都不回避 昔日痛脚伤口宛弱战事结痂 中美间有更多话题可以开成不公谈 谢谢大家 习近平自信务实 多次想打破传统外交礼节 展现中国领导人少见的西方作风 这回自三月上任后 主动摒弃元首轮流互访的严格外交礼仪 先行非正式访美和欧巴马议会 所有可能尴尬全了然于心 三小时首轮谈完 即便北方强势主导 想解决大陆网军入侵 中国人聚焦开展 新型大国关系 向欧巴马总统明确地表示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坚定不移地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我们要努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中国梦 一定要走出一条 不同于以往 大国之间 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 因为中美两国合作好了 这是世界稳定的压藏石 是世界和平的不退气 这是中美双方表定的公开发言 气氛轻松融洽 许多人说 多亏了北朝鲜胡道导弹 挽救了从2009年 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后 相当紧张的美中关系 而此次从碰面开始 晚宴早餐好几轮 让欧喜两人 可以像家里朋友般 天南地北聊 刻意选择加州阳光庄园 也在于这里浓浓的中国风 景泰兰 唐三彩 外加这个典雅的中国两天 Sunnylands offers itself up to make it possible for comfortable and relaxed conversation which hopefully facilitates direct and straightforward conversation 旋律响起 双人五振星 全球包括英国卫报 美国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都说 这次峰会意在建立私人友谊 只要能做到互信 就是中美关系成功开始